沒有了四季千元多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MBL對上Jordan的對決 這場地圖是哈布蜂 是帝國戰爭的一張地圖 帝國戰爭的特色就是一開始大的封建時代 聰明的話是散四春期 不是散四春是28春 這邊的話一開始會有個兵工廠跟軍營 一開始也會有伐木廠 這些都已經幫你安排就好 就是處於一個跳過黑暗時代 直接在封建時代開局的一個玩法 這場比賽是條盾對上賽爾特人 雙方都是步兵文明 兩邊都有遊俠 但是兩邊的遊俠都是稍微有點遺憾的 條盾的遊俠雖然近戰防禦非常高 但是他並沒有跑速 所以是跑得比較慢的嘛 那賽爾特這邊則是沒有三級馬卡 即使有遊俠的情況下 而且還沒有品種 所以導致他的遊俠非常的殘廢 沒三防又沒品種 所以就會特別的脆 那兩邊都是有遊俠的開局 而且也是步兵文明 那陶墩這邊是禁防防禦是很高的 那賽爾特這邊是步兵則是 跑速非常非常快 是西里果裡面 步兵文明裡面 跑最快的一個步兵單位 是所有步兵都會有移動速度加成 那再來稍微來聊一下賽爾特這個能力 賽爾特他的伐木技術 雖然不是免費的 但是他天生就有伐木加成 所以他天生上來說打到後期 木材都是會屌打對手 那木材一多工程器就可以出得很爽 所以賽爾特工程器他有加成 就是攻速加成 那木材多的情況下 賽爾特打這個工程器就會比較easy一點 好那來說一下條盾 那條盾的話他的單位是 大家都比較著名了解的 條盾騎士 那條盾騎士的話 雖然他是騎士 但是並沒有騎馬 他是一個步兵單位 但是他近戰防禦非常非常高 好所以這場文明 這個對決文明就是 雙步兵文明對決 那兩邊都是 直接出小弓跟戰馬 還有戳戳在防守進攻 那這張地圖比較特別 中間有大量的樹跟外圍都有 那一開始就有點像是阿拉伯 但是兩邊都住非常非常近 那中間還有個遺跡 那這邊有這邊有 其實遺跡分佈都算是蠻平均的 只有這個遺跡算是需要整朵的而已 好那前期雙方應該是不會全力爆兵開打 點多就是騷擾騷擾打 好那這邊這一隊出去總共有四隻小弓 三隻小弓四隻戰矛 好這隻戰矛這個是毛兵 那這邊戰矛跟戰矛數量比較多的情況下 攻兵比較少的話對村民來說應該是不會有太大的損傷 那這邊應該只要靠幾隻戰矛就可以輕鬆解掉了 欸這邊分了一隊小弓過去 但是這邊我建了一個箭塔 好正面來說 正面的部隊也被打回去了 目前是賽爾特的一個優勢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 因為賽爾特他在封建時代 喔不是封建時代 不管什麼時代 就已經有這個伐木加成技術了 不是科技喔是這個加成 他不用研發就有這個伐木加成 所以他這邊木頭會比較多 所以田會撒得比較快一點 好這樣很明顯 現在食物的獲取很明顯 比喬尊這邊多了一點 23個採集食物的 17個採集食物 好相當明顯 就是木頭多的話 就很容易撒出大量的田 好那這邊他有挖到7個金 那這邊可能要想要蓋四級嗎 還是不蓋四級呢 因為如果這邊蓋四級的話 就可以很快上到城堡時代 原賽爾特其實肉依量差不多了 但不蓋四級也是可以 這邊就是稍微打架一下 拖個時間 好這邊戰毛也被收光 三次猴過來救一下 正面兩邊都是戰毛大戰 基本上這邊出工兵意義不太大了 好那這邊給他了城堡時代 賽爾特MBL 已經準備上城 但條盾這邊經濟有點失狠 黃金挖得過多 這邊要補一個四級來調整經濟 確實又蓋了 好那四級補下之後 就要開始買上上城了 好那上城之後 MBL才選擇蓋下來一級伐木 但是條段 Jordan這邊早就已經 早就點下這個伐木了 算是 這個就是賽爾特前期的優勢 不點伐木技術 田一就還是很多 可以灑得很快 然後前面的兵也是可以一直出 好那看起來工兵還在出 看賽爾特是沒有要打騎士囉 可能還是會下個馬就 有馬就 好 單馬就雙射箭場的開局 然後等等上城堡之後 可能用買石頭或是直接去挖 這看起來要直接挖石頭 好不然這裡沒辦法開TC喔 看他石頭在前面 所以就會 嗯有點麻煩 好兩邊準備要上了傳寶石彈 那這邊漏了一波小弓跟戰矛 但是這邊臭命直接上來 用拳擊開扁 好刺頭殘血的過來 過來過來過來什麼過來幹嘛 哎呀路過也被射 躺著也中矛 好那這邊前面只靠兩隻刺頭 就把我這隻戰矛給打退了 好那這邊這隻殘血的 就堅持而已 好那先上到城堡時代是NBL 那點下了奴賓 那條段這邊是選擇點下0鎧匠 看是要打雙馬就 好爆騎士喔 那條段騎士 在城堡時代會多易防 那近戰打起來的話會 非常非常磁力喔 那NBL這邊可能是有想到這一點 就是如果上城打騎士的話 這個數量一多的話 可能會越打越劣勢喔 那不如打工兵 因為打工兵的話 對條段來說就沒有太大的優勢喔 因為條段他是加近防而已 並沒有加到遠防 所以打這個奴賓 對他來說是沒差的 就跟打一般文明一樣 並不會有太大烈士或太大優勢在 好那這邊點下了大學 欸這邊看來是要打奴賓喔 欸兩邊都是要打奴賓 好下大學就很明確了喔 這裡不是要打騎士了 那騎士可能會出個少量 哇這邊抓到 哇村民已經開始打開了 村民數是4村打4 9村落後5村 但這邊有7隻奴賓 再秀操作 欸拉近距離 高地打滴滴 好村民再上來 臭臭臭臭臭臧 讓我一下 喔都殘血了 哇先點殘血的嗎 哇殘血的還有一隻 再點個殘血的 欸站毛沒出去 哎呀這個A子殘血的沒有收掉 可惜了 好那Jodan這邊繞了一隻騎士 想要到後方去騷擾 看一下順便看他對方有沒有在外面挖金 那目前是沒有看到的 好第二波奴賓出發了 看來是要直接 往金礦區打 這個金礦區 依舊是秒蓋TC的話 就很容易就繼續入侵下去 OK 好那目前TC速是 單TC打雙TC 那條頓雙TC 那賽爾特這邊是沒有補下TC的原因 因為他沒有石頭 因為他在前期蓋了一個哨塔 在這裡防守他的墓區跟農田 所以導致他一上層的話 並沒有辦法直接蓋下TC的 那可能就是要後來再去挖石頭 或是蓋市集 直接買石頭蓋TC的狀況也是有可能 那看起來 我覺得用買石頭的方式可能更實際一點了 現在要來挖 喔也是可以啦 現在要開始挖了 但如果這邊直接用買的話 就可以直接蓋TC了 挖石頭也比較安全一點 好 好那這邊條頓 果然在黃金區 跟石頭這個地方 蓋一下了TC 不然這邊可能會被鑽動會有點煩喔 哇這邊條頓兩隻騎士 直接打這個出兵點喔 正面的奴兵全部躺在地上抽了 好那點下了輪軸技術 那條頓是沒有點下輪軸技術的 而是點下了二級伐木 那賽爾特也遭遭點下了二級伐木了 那伐木應該是沒問題的 那個伐木量有夠多 好那這邊是打算 喔這裡是買了石頭了 最終還是買石頭 一個用買的 然後一個是用挖的 那直接用買賣 跟挖石頭方式 直接買出了第三個TC 好一級伐金也點了 好兩邊的經濟來說 都還算不錯 那目前是 就要等了一個稍稍稍微領先 大概領先五寸 但這邊賽爾特由於有天生的經濟優勢在 雖然條頓的鐵很便宜 但是 喔就是便宜而已啦 但是如果伐木數量一多起來的話 賽爾特這邊還是稍微有點優勢的 好那這邊有十隻的奴兵 十隻奴兵出個頭車還是奴炮呢 輸我的話我也想要出頭車 但是我覺得對這種高手來說 要投到十隻份的困難 所以出奴炮還是比較簡單一點 比較難躲 哇那這十隻的奴兵 把MBL壓在家裡啊 好那Jordan看起來經濟家裡過得非常舒適 田野一直狂灑 這邊條頓的田真的太便宜了 一直傻一直爽 雖然賽爾特這邊田沒有比較便宜 但是他伐木天生就有優勢 所以他田的程度 並不會輸太多 但是這邊為什麼沒有在種 這邊拉村民去挖礦 然後就沒有再去補村民回去種田了 所以導致這邊肉量一點少 但問題也不大 因為本來賽爾特就是出工程性比較強 所以木頭跟黃金多挖一點也是正解 那要出奴兵的話也比較好出 欸這邊是怎樣 戰毛怪啊 裡面塞了很多隻戰蟲在裡面啊 好投車過來 想要來投一下這個奴兵嗎 還是要投投車啊 投車投不死喔 喔直接砸死一隻騎兵 呵呵呵 好查一下這個村民 哎呀 倒一隻 好這個投到一發 有半隻左右的弓兵殘血 那有兩隻倒地 好那這邊投車投掉了一個射箭長 從這裡過來了 唉唷直接投到這個奴兵 倒了兩隻 躺在地上抽 好那這邊挑戰點下了攻擊 那攻擊點下去之後 就要來爆這個雙手劍兵跟劍 那這樣子條盾的優勢就越來越大了 因為條盾的步兵非常非常的硬 好近戰的部分 那遠距離防禦的話就沒有特別有優勢 喔這邊投車一閘 但是滴滴打高地不會一發倒掉 所以可能要再來一發戳掉嗎 OK 那騎士過來想要來救一下 但是這個投車 唉唷 拆掉 這個能能能能救到嗎 可以 好抽抽過來補個一發 哇正面這一波MBL擠得好耶 反正這邊看起來要大力喔 趁著奴兵想要去前線燒的時候 趕快從後面偷死 可是掉虎離山之際啊 然後這邊沒有騎兵跟投車燒了之後 這邊戰矛就會無雙了 直接爽頭 好但是因為這邊沒有彈到血 這邊戰矛打得非常非常的歪 這邊做一波買MBL賣了大量的木頭 然後拿去換黃金 不是是用買的吧 他是買木頭 不好意思 更正一下 買木頭知道幹嘛 買木頭撒田喔 是這樣子嗎 要點這個彈道血啦 不對欸我覺得怪怪的 我是買木頭 是我看錯了嗎 哇這確實應該是買木頭沒錯 因為這邊MBL經濟有點失調 死物有點不夠 好那黃金量似乎有點太高產了 但是這邊村民樹還是要繼續按 要按多一點 然後到地獄實彈才有可能跟對手抗衡 這邊中間最好是要趕快插個寶 看要不要插這裡 因為這個挖石頭挖這個地方有點尷尬 如果要蓋寶蓋在這裡的話 這個石頭就要在旁邊挖 欸這邊預判一下位置 喔兩台投車快出事喔 哎呀砸到 水 左邊爆炸 好再一發 OK那長劍兵出來 長劍兵攻擊力是9加0 然後1加2的一個能力 好進防一開始就有3 還不錯 直接丟掉 哎唷 哎唷 差點多支掉 這個殘血投車被他躲過一角 好長劍兵過來 砍死一隻戰矛 但是戰矛量有點多喔 這個長劍兵還是有點傷害了 好現在彈道血已經好了 喔投的特別的準 那這邊要開始繼續出奴兵嗎 還是要直接壓寶 壓寶 雖然不是壓這個高地寶 壓在這個前線還是也可以的 因為可以少到TC的位置 直接上去長劍兵硬戳 喔戳掉了這個頭車 那頭車還有一台在家裡 那這裡有很大量的戰矛 但其實有點難打喔 戰矛不好打長劍兵的喔 防禦起來的話還是會被砍爛的 然後勝率過來想要招一隻騎士 能招到嗎 要不要自滴 啊沒自滴到 可以這個直接叛變 去打後面的工程器 拿頭車嗎 還是直接拉掉 哎呀拉不及拉掉就送掉了 這個勝率應該是敗了 哎呀拉 身後重劍瞬間倒地 好那看起來家裡 目前非常過得安詳 兩分鐘點上帝王十代 保證覺得這種前起又大開戰來說 真的是很難 你要要護經濟 然後要打前線 然後這個也不應該切來切去的 而且又是前起龍這種大開戰地圖 根本沒有什麼喘息的空間 就是從頭到尾一直在打架 好那松蘭武士已經出來了 松蘭武士是 可以算是賽爾特的騎士 雖然賽爾特的騎士非常爛 但松蘭武士跑速很快 可以充當騎兵用 雖然騎兵的速度還是 剛剛差了一點 喔不是 是賽爾特的護兵 速度還是比騎兵慢了一點 但以他的造價來說的話 比騎兵省下很多錢 因為那個松蘭武士造價是蠻便宜的 跟騎士比起來的話 大概是省下一半左右的紅金 然後左邊這邊大開圍 那為什麼他要這樣子圍 圍給S型呢 是因為這邊是個石頭 這個地方是不能圍圍石牆的 他只能圍到這裡喔 就不能再圍了 然後敵人就可以從這個地方 繞進來 所以他就只能圍這種S型的石牆 但真的要圍的話就會變成這樣子 會變得很尷尬 真的是尷尬 因為你這樣子圍要挖很大量的石頭去圍這個 那不如蓋很多箭塔去防守 可能會是另外一種的做法 那再來就是 薩爾特他本身城堡 攻速反而就比較快 所以我覺得蓋城堡來防守 或許是更好的一件事情 但這邊可能是想要省石頭 所以拉起小防線的關係 所以是直接選擇蓋石牆 而不是蓋城堡 那城堡就是一直往前插 然後想要保護這塊石頭 然後就去來玩 也是可以 但這邊就是 對嘛 因為蓋的東西太長太大 所以很容易蓋不起來 那依舊你還是要靠自己的TC跟箭塔去防守 好 好 那目前覺醒都直接出了 好 那桃盾點下的重裝騎士 跟三級的鐵鎧甲 那三級馬鎧好了之後 桃盾的騎士 非常非常的利 好 那這邊城堡 在這個位置 不錯 那這邊就可以 一出來 巨型投資機就可以出來 這邊互投 那基本上都是自己自家的領土 所以就會投得比較安心一點 好這邊是選擇先打城堡 好先打巨型投資機 那家裡的內優已經結束了 好剛剛那一撮長劍兵已經 全速倒光 好這邊已經點下了騎士 要變成重裝了 一變身就要出擊了嗎 防疫全滿2加5 進防7 那三級之後 就會變成 2加5 然後2加4的一個能力 血量120滴 好攻擊力12加1 變成攻擊力直接加2 非常非常強 好這個品種再點下去之後 血量就到140滴 哇那薩爾特這邊就很難打喔 所以趕快整個戳戳出來 這個薩爾特 松藍武士 其實打騎士沒有特別的厲害 應該算是被壓著打的一個情況 因為他血量很少 攻擊力數值 根本比不上這個條頓騎士 不然乔頓騎士到兵龍時代 防禦實在太高了 7防喔 那收藍武士 靠一下也只有4滴 好 現在這個數值只有4滴而已 哇那要靠 靠個749點才靠到死了 不然海盛都轉個大級兵出來 不然這個 騎士是非常難解的 好那三級攻點一下 那雙手劍兵也升級好了 那條頓這邊 目前是要打一個 步兵騎兵的一個組合 那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這邊槍兵能 戳光這些 麻麻 沒辦法 有夠一 好還是繞幾隻過去 這邊想要立一個寶 但是我覺得來不及了 完蛋 後面這裡也被壓個寶 這邊眼睛快被拆光 第二座城堡也快要守不住了 完蛋 好但是這邊有大量村民躲到TC裡面 來防守這個騎士 但是由於這邊沒有點 防禦跟攻擊的關係 這個戳戳還是傷亡有點大 三級攻跟三級防禦都沒有點 哇但是這邊條頓已經全都滿了 雙手劍兵12加4 然後1加4這個能力 那三級防禦也要點了 九兵接1加6 哇 進防7的冠軍 雙手劍兵劍勇 這套出現了 但是這邊 塞爾特是決定要出奴兵的狀況下 就會有點難打了 因為不出攻城氣的話 塞爾特就沒有太大的優勢 多奴兵也只能勉強解這些劍勇 好看遇到劍勇現在是雙手 嗯這樣打下去我覺得薩爾特會不妙 現在傑傑潰敗 右邊這邊金礦也被封 算剩下一點點了 已經沒什麼太大關係了 剩下五百斤左右 後來再挖這個金牌是可以的 好 經濟資源非常慘 一直每個資源都沒有存到五百過 哇連三級練甲都點不下啦 這個板甲 三級要板甲 那攻城氣 攻城氣 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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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城師 中文好難喔 中文來說最後真的太難了 攻城攻城師科技也點下 那再用射程就會多個1 那還可以增加攻城氣的傷害 好來看一下這邊遛了進來 那薩爾特要趕快照一堆疾病往後掃 但家裡的疾病都在前線 前線打這個雙手劍比一不大 這個要白給啦 哇這個根本在切菜啊 陳腹墮光 哇這個疾病瞬間白給 好只拉了一小波的疾病往後救 但是家裡還是被騷擾到又是在收村 現在薩爾特結結潰敗 那這邊劍勇已經在研發了 那裝瓦技術也研發下去了 那這樣子 條鎮的城堡 跟建築都會有個大幅的防禦提升 就不太容易被拆掉了 好那這邊點下了化學 要來增加弩兵的傷害 那這邊弩兵就算提升了 效果也並不太大 因為沒有強弩 傷害也就只是5加3 而且沒有三級射 也沒有三級的防禦 哇塞啊他的弓兵實在是太慘了 但是這裡不出弓兵的話 打這個禁勇又打不太贏 哇感覺打賽爾特打這種步兵 騎兵玩民不出的工程器真是無解 你這樣除弩兵也並沒有太到效果 雖然射起來是會痛 但是痛不到非常的難去 跟那種弓兵玩民比起來 真是差太多這個傷害 很癢 你明明弩兵量這麼多 但是射的速度還是 蠻慢的 15隻 沒有辦法 這個就是賽爾特的一個 小缺點 但是優勢就是他的工程器 投射速度很快 砸到嗎 唉唷差點砸到 好這邊菁勇直接墮了進來 弩兵全速倒地 只有少量的弩兵躲進了城堡裡 那劍勇還在示意開剁這些劍勇 不是劍勇 劇型投射機 那左邊這邊還勾 偷蓋城堡進來 條斷武士也登場了 哇直接加入戰場 直接開剁 但是擺一個 然後又是條斷騎士出來 哇條斷騎士還不是精銳的 攻擊力就有18 進防有10 哇靠 太硬了 這真的是太硬了 好那劍勇的下降數是13加4 攻擊力17 近防有6 遠防有5 那正面只靠這兩座城堡 在硬撐自己的市中心 那其他偏遠地區 也被條斷騎士瘋狂的砍殺 哇三刀 就可以戳死一隻村民 這個條斷騎士非常非常痛 看來已經無力回天了 這個已經沒有辦法再去 控管這邊的戰況了 哇 而且這邊也不好著想 因為條斷本身有抗著想的能力 不過條斷騎士還也是不好解 只能靠奴兵打的話 又是非常的劣勢 照我也沒有非常的卓越 工程器又出不起 又斷金了 哇賽爾特 應該是涼了 繼續 MBL打出了繼續 賊慘 有人說賊慘 這一場感覺真的是文明康可 調盾打賽爾特沒想到如此的壓制力 那賽爾特這邊確實 木頭的部分 是有個比較大的領先 大概領先大概七千木 食物的部分反正是條盾 那條盾這邊撒天 真的是比較便宜 撒得比較輕鬆一點 那賽爾特比較把大量的木頭拿去做工程器 那有奴兵跟 集兵的關係 所以木頭消耗量特別大 所以食物一直沒有起來 但食物起來感覺也沒什麼救了 因為食物並不是打 條盾的一個 重要核心的一個東西 原食物是只要出 近戰單位 像什麼劍勇 或是寶兵 松藍武士 但是對面就是一個 抗近戰強化的一個單位 那一定要出弩兵 那弩兵的話就是 或是工程器 就一定要挖木頭跟黃金 所以這邊食物少 我覺得是正常 但是後面 後面其實我也不知道該怎麼 用賽爾特來打條盾 我覺得用大量奴炮跟頭車 是有機會 但是 對方都已經成型的情況下 你要再轉出大量的奴兵 奴炮跟頭車好像有點太困難 而且你本身還要再出一點集兵 不然這個對面的凍裝騎士又出來鬧 那真的是會 撩不迷身 真的是 非常的難打 好啦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就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